深海当中你不知道的秘密 而且是美国也想知道 解放军也想知道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解放军我们常常看到 现在有福建舰了 自己研发的航空母舰 那么包含了潜舰的部分 现在也是没看过人家 潜舰也是像下饺子一般 速度之快 我们先看最近大家在关注的 039B 今天我们就要看 039B这核潜舰 093B它怎么变成 航母克星呢 就是搭载英机21 它就变成航母克星 但是你要说 解放军有 那美国有吗 美国也有很多的核潜舰 美国的潜舰 造舰速度是否令人堪忧呢 因为现在据说 惊人的231比1 这个是中国的产能 这边是美国的产能 连美国的海军的退役将领 自己都说了 他们美国真的是 技步如人了 每年两艘的速度 下降到一艘多 甚至小舰长也给我们一个 题目的提示 美国的航母还真的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呢 我吓到 堂堂一个美国 焊接工序有瑕疵 美国的航母焊接怎么了 然后同时 还包含了两艘核潜舰 一艘是核航母 两艘是核潜舰 没有按照流程去焊接 这是曝露出美国的短板 的确是不过我们等会讲 我们先讲093 093B的问题 刚刚其实我们的艺针宝主 他讲了039B 039C也是在下角子 为什么 因为其实无论是在武昌造船厂 也就是之前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一直讲 说那边有一艘 浅舰不见了 那其实我们有没有一种 对于海军正确的认知 海军所有的缆装 所有的缸缆 你都要做什么 做拉力测试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的各种的这一种 起那个吊船 其实都是在为这一艘 X型尾舵的 可能是041的 这一种7000吨的核潜舰 做预备 其实非常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 这一个武昌造船厂 它已经扩建了两 扩建了四个位置 那我们讲到093 也就是在葫芦岛那边的 在葫芦岛那边的造船厂 也就是渤海造船厂 它也扩建了两次 那扩建了两次之后 它就开始造新的潜艇 而且根据美国的 海军战争学院的研究 它可能下一代的潜舰 是095跟096 095是攻击核潜舰 096是弹道飞弹核潜舰 那至于这个041 那或者是有人一说叫做039C 就是在武昌造船厂 这可能是7000吨的 那这一个是不是可能是核潜舰 是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小舰长在我们中天 在这个完整的节目序列里头 我在这个头条开讲 我曾经跟大家解释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从2010年爬了四篇论文出来 通通都在讲小型的反应堆 也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反应炉 那那一个都是小型的 2010年解放军已经有093 也有094了 为什么 还在研究新的这一种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反应堆 也就是要造新的 那至于说这个 它搭配了这个英级21 那英级21 其实我们要这样讲 它的射程在1200公里 到1500公里 其实就满足了潜舰 对于Datum点的一个压力 什么叫Datum点 Datum点也就是 当你发射飞弹的时候 你的飞弹出水的那一点 或者是你发射鱼雷的时候 那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从那一点 海军的无论是在空机 或者是水面的船 都可以推算出来 你最大的逃力圈在哪里 然后我开始进行反潜 非把你挖出来不可 那也就是 我刚刚不是有讲吗 这一次的密码叫做 24B1010加3 为什么都加3 因为那三天 要让潜舰先行 也就是所有每一次的联合力舰 我们看到的是水面 还有空中 有人想到水下吗 水下可能没有兵力吗 一定有那三天 也就是让潜舰先行 那我们讲到说 这个英级21 它发射之后 因为1000公里 那你的这一个空中反潜机 或者是我们讲说 它的时间 它要抵达的这个时间 就delay了 delay就是给潜舰 落跑的时间 或深潜的时间 大家不要认为潜舰都是 用20节用30节在那边 啪啪啪啪啪啪的 那就惨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声音非常大声 潜舰在发射鱼雷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都是用不到5节 甚至只有3节的速度 静悄悄的走 静悄悄的离开 那我们这样讲 可能要快速的分析一下 到底美国航母 焊接是出了什么事情 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吗 是 这个是新条旗报公布的 他讲说根据 美国海军部长 自参议院 以及众议院议员的一封信 海军有26条船 美国海军26条船 那其中有三艘正在服役 那其实它的 无论是建造 或者是维护的 期程里面 都出现了焊接的 一个缺陷 哪三条船 好可怕 第一艘 也就是 华盛顿航空母舰 现在 它正要 准备来 我们西太平洋这边 可是 那不就来不了 对 根据我们刚刚那张图 它还没来 那 另外还有两艘 那也就是我们讲的 攻击核潜舰 那李高福号 或者是 那 新泽西号 都是 那其实美国现在可以造 这一种航空母舰 或者是 那个浅舰的造船厂非常少 那出问题的 就是这一个 新港 那个纽丝 就是 Newport News的这个船厂出了问题 那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现在说 这个都没问题 都可以继续使用 对啊 我们就继续等着瞧 看最后会不会变成 康乃迪克号一样 头都不见了 而且他们光只是这样讲吗 没有啊 我们看到 他的哥伦比亚籍 要delay12到16个月 那这个Virginia籍 就是Virginia籍 要delay36个月到24个月 那根本就是 以年来算 根本就是造不出来 然后也修不好 因为全部都在排队当中 是 不过呢 说到底 美国军援以色列 倒是很快哦 首先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的防恐网 非常的密 那为什么还需要 美国来给萨德呢 美国给萨德的原因 可能不只是 以色列 还有整个中东的布局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小编帮我们做了这个图 首先呢 最底层 其实铁琼 是已经很接近的 最底层的 好 然后再来 大卫投石所 他的射程有300公里 剑二1000公里 剑三2400公里 接下来 还需要美国的萨德 然后美国还派了100名官兵 来帮你操作这个萨德飞弹 前提就是 现在呢 美国跟 以色列跟真主党 真的 双方都还在互轰 首先昨天我们讲的嘛 无人机 打死了四名以色列军方之后呢 以色列马上空袭 黎巴嫩的基督城镇 造成了21人死亡 现在有一说啦 伊朗是不是也想缓缓呢 他是有这个 耶路撒冷邮报说 伊朗透过秘密的途径 跟以色列联系说只要以色列的回应 是有限度的 那伊朗就视为 好啦告一个段落 然后华盛顿邮报同时间 也发布了这消息 那谈雅吴跟美国说 我不打 核设施 我不打伊朗的石油设施 我要打就打他的军事设施 那同时 网易也出手了深夜的 打电话一边打伊朗 一边打以色列 调停啊 跟大家说 牛谭情都说中方立场很关键 好为什么要打这电话呢 希望双方审慎慎重行事 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啊 好那萨德到底能够来帮忙什么呢 好有意思说是 美国想要在中东继续做老大 告诉大家 你们打以色列 我是会出手 我是会来帮忙作证的 小镇长您的看法是 以色列是美国的小祖宗啊 所以小祖宗说什么 当然都是好 我需要协助 然后马上萨德就来了 的确是 那泽伦斯基呢 泽伦斯基对不起 他现在如果按照今天的新闻 他已经在考虑 是不是能 是不是那个四周 四个周 然后割出来 然后停战 现在他有这一种意图 因为再打下去 也不过就是把两代的年轻人 全部打掉 打掉之后 问题是你乌克兰回得来吗 回不来啊 我们仔细看 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 最近的战况 这个是黎巴嫩 这个不是以色列 或者是加萨走廊 我们看到这下面全部都是 尤其是三分之一国土下面 全部是小飞机 这小飞机不是无人机攻击的 这是以色列攻击 黎巴嫩的位置 你看看以色列出手多狠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因为他的飞弹不够用了 他的飞弹为什么不够用 刚刚其实小编做那张图 比我这张图立体又好看 但是我拿在手上 那我们看 其实真正的铁穹 他只到70公里而已 而且他当初设计 他就不是来反制弹道飞弹 那他主要是用来 反制这一些榴弹炮 或者是火箭 或者是破级炮 他最主要的目标 周边国家打过来 对也就是当初 无论是加萨走廊 或者是真主党 其实都使用这些装备 可是现在碰到伊朗 伊朗4月14号攻击一次 10月1号再攻击一次的时候 为什么他的机场 被打到资力破碎 军用机场 其实一共被点出来的 就31个洞了 而且还是用那种 不是解析度非常高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饱和攻击再次奏效了 我是防空网很密没错 但是我弹药不够 对那这一些 我们讲到说 这个就是铁穹 其实真正要反制弹道飞弹 是大卫投石 跟箭式三型 跟箭式二型 它的高度很高 可是数量很少 那遇到了 一枚也是几百万吧 美金 对 那我们接下来 看到这个是法赫德 法塔赫 对不起 法塔赫 它的这一个超音 高超音速弹道飞弹 可是它有两种构型 大家要注意它有两种构型 它末端变轨吗 对 那这是第一种构型 我们看到 它的前面也是标准的双锥体 后面这个有一个突起来的位置 证明了这是可控制异 也就是它可以改变它攻击的地点 我们看这是它在那个阅兵的时候拖出来的 跟现在找到的残骸是不是一样 可是小舰长通常都看其它位置 你有看到后面这一张吗 我用虚线把它框起来 这个是二行 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法塔赫一行 上面那是二行 二行长怎样 二行也就是大家学大路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承波体 看到没有 前面就是承波体 是不是很像东风时期的 最前面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它的构型 那也就是其实现在这一种 我们讲到的高超音速飞弹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 可变异可改变这个攻击地点 非常难追踪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 它非常难追踪 但不是无法解决 萨德可以追踪 萨德不一定可以追踪 但是萨德为什么派去 因为上一次已经让标准三行 测试一次 这一次就让萨德再试试看 为什么要试试看呢 因为这样才知道 萨德可不可以反制 高超音速那个 所以就是说美国也把萨德 部署在以色列 因为他也想念念看 萨德燃不燃得下高超音速飞弹 就是说未来如果要来防治中国的话 要来试试看萨德燃不燃得下来 这是美国在以色列实测就对了 对因为萨德关岛就有 然后而且如果说要防治这些 爱国者是不是很够用呢 爱国者早就已经在以色列 其实萨德是 终极目标是想防东风 东风快递 当初他没有想到东风这么厉害 那当初我们这样讲 东风21D也就是航母杀手 其实这件事情 美军一看到就知道 解放军已经遏制不住了 你有防晒吗 我每天都有擦防晒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真心推荐给大家 记得我的推荐码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 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